請聽第三組聲音 歡迎收看NGO觀點 我是季慧榮 過去兩週在臺北捷運 發生的這個隨機殺人案 我相信有很多人非常的震驚 那我們也看到了隨後 好像有疑似模仿的一些犯罪行為出來 讓大家更覺得不安 事實上我們在這兩週以來 我們也看到媒體有很多的分析 找了精神醫學 心理諮商師 甚至很多的專家 來做了很多的分析 那我們也看到了這些分析裡面 事實上也讓我們有很多人 會從個人行為 家庭教育 然後學校的輔導 甚至是整個社會的環境 嘗試著去做很多的歸因 但是經過了這兩個禮拜 大家也逐漸從悲傷 恐懼 或是等等的情緒當中 逐漸這樣沉澱下來 那我們今天嘗試著想要帶大家 從心的角度去分析這樣的一個行為 或者是我們來看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這件事情 我們看我們能夠學到什麼 還有我們的父母 還有師長 到底能不能從心裡去接納這些孩子 讓他們能夠安定 而且能夠非常的活得很快樂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先來看個影片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二十六分 台北捷運發生隨機殺人事件 造成四人死亡 二十四情重傷震驚全台 希望死者可以安息 希望傷者可以度過難關 這個傷痛一般人是沒有辦法去接受 一定是來得非常突然 那就是希望時間 然後他們的信仰能夠帶他們慢慢走出來 這起駭人聽聞的案件 兇嫌症結是東海大學二年級的學生 他落網後表示 從小就想做一件大事 沒想到竟是隨機砍人 傷害無辜陌生人 就在捷運殺人事件後 網路上出現了聲稱要仿效作案的訊息 一名蔡信工程師在臉書po文 公車剩下班時間砍得多又過癮 警方以巡線將人逮捕 同時呼籲民眾切勿模仿 或故意散播類似恐嚇訊息 以免觸罰 這個蔡信嫌犯是因為家庭的因素以及感情的糾紛 導致他的情緒不滿 甚至有親身的念頭 接著又發生一起和情緒有關的公安事件 5月29日上午16歲的許姓少年手持小刀和剪刀 闖進新北市汐止區金龍國小 校方立刻報警 也廣播要求師生鎖門關窗不得外出 許姓少年是金龍國小特殊教育班畢業學生 母親趕到警局後表示兒子是過動兒 過去曾遭到老師和同學排擠耿耿於懷 最近可能又受到政結事件刺激 才會拿刀闖進學校 正確的情緒管理才能避免傷人或傷己 但是該如何察覺自己心理和情緒壓力 又該如何尋求協助 從捷運殺人網路放話仿效作案 到少年持刀闖母校 最近密集發生讓人恐懼又困惑的社會事件 歸因成家長失職 學校失能學生失序社會失核 是否太過簡化 在這些事件中我們可以反思些什麼 好 我們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心理諮商師林立淳 大家好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精神科醫師李光輝 美麗主持人 各位大家平安健康 好 再來要介紹的是 心福理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的理事長楊立榮 主持人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看到了捷運這樣的一個隨機殺人事件 我相信有很多人很震驚 那震驚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這位鄭傑 他的身份是學生 第二個我想大家可能看到了 就是他殺人的理由 大家很不可置信 那在這樣的一個分析當中 大家又看到了 其實一個大學生 如果我們要去看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是屬於人生的這種勝利主 而不是失敗主 可是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其實大家非常的震驚 當然我們也看到這兩個禮拜 媒體有很多的分析 那也有很多的歸因 那我們今天邀來 我們是希望從新的角度 來看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想要請教在座 就是說你們看了這兩個禮拜 經過沉澱之後 你們最想說的是什麼 我先從歷程開始 其實我自己受到很大的衝擊 那不僅是作為一個專業工作者 我想作為一個母親 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那我最想說的就是說 在這一件事情上 這種驚訝程度是 是完全事先沒有徵兆表面上 可是至少媒體現在報告起來 是說其實是從他很小的時候 就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 我就在好奇說 那有這樣一個想法的孩子 有沒有機會 有人可以從一個想理解 好奇的角度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想法 常常在談這些事情 我想小孩子沒有機會去把他談出來 大人沒有機會去聽到 去跟他談這個事情 小孩子就常常是在自己的觀點 我想大人也一樣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對 在自己的世界裡 就越音量就越大 嗯 所以你最期待的是 如果我們能夠進入他們的世界 也許是不一樣的 如果 如果有機會 好 麗蓉你呢 其實我真的很大很大的感觸 是因為我自己在陪伴很多兒童 跟青少年的這個過程 以及在從事親子教育的這個經驗當中 我真的很深的感受到就是說 台灣普遍多數的父母 是只要孩子功課不錯 然後行為上還沒有出現真正的偏差 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多數父母就會覺得 那這個孩子沒有問題 我想這也是連續這幾件社會事件 讓很多的父母非常震驚 那在這個事件之後 確實很多的父母都問我說 那我們是不是需要知道更多的徵兆 讓我們可以及早發現孩子 他處在困境當中 所以我想這個事件 對社會整體來說 他不是完全負面 他有一些正向的效應會產生 他是不是能夠刺激讓整個社會更關切 孩子在成長過程當中 那個內在的情緒 他是如何能夠邁向成熟 所以我想這是我最關切的就是說 在這個事件之後 我們如何喚起更多人來共同關切 我們的孩子 他的情緒的成長 確實兩位都是比較從心理諮商 這樣的一個角度 那李醫師呢 我呼應一下楊理事長 跟我們林心理師的說法 我覺得逆境諮商可能是 比較超乎他表面 字面上的解釋 症結的事件讓我們知道說 他其實並不一定等於是勝利主 他其實是最近有重大挫折的人 他被退學 他的學校的成績或人際關係 跟他過去不太一樣 沒那麼順利 我想這個面對短期挫折 長期挫折 都是一個要展現逆境諮商 這個是重點 那從正解的事情 其實我們往上再退的話 那如果以台灣最近幾年 經濟狀況不好 那政府有沒有辦法 展現他逆境諮商的 這樣一個智慧 我覺得在這個節目上 也可以拉大討論的層級 因為我們現在去怪任何人 在過去沒有早期發現 剛剛梁理事長所提到的 一些徵兆 先兆 前兆 其實雖然有點於事無補 可是可以做未來的預防 真的我非常贊成 可是究竟未來預防的方法 現在到底有沒有出來 可以試驗看看這方法 好不好用 我舉個例 比如說以後 如果碰到類似事件 再到台北結論站 他們的SOP還是說 把開到下一站嗎 還是他們的SOP會改了 他們會不會改 不一樣的SOP 是不是要不是加派 當然過去曾經有 飛機都有一個 在飛機上的特殊位置 是做的有武裝人員 防止捷機 那我們以後是不是在 比較長的階段當中 這叫熱點效應 我想這個專家在這邊 是不是比較在這個 長的路途 在龍山站道 會有一個 一兩個便衣的捷運警察 或者像台北市市長 我非常佩服 他用了這個刑警 他可能在這個比較重點 可能熱點的地方 做這些所謂的改變 這就是所謂講的 碰到困難 或者他會重新思考 把他例子上應用 我覺得這個可能待會兒 我們可以再更進一步的檢討 不過我們看到這兩個禮拜 其實十天之內 我們來看這個板子 真的讓我們蠻驚訝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事件部 其實只發生在十天之內 那我們看看 從這個大學生政節 在南侃 這樣就是在這個板南線上 這樣的一個事件之後 我們看到二十五號 五月二十五號 這邊又有一個是大學生 他是修學 然後一是單念學姐不成 然後就去殺掉這個學姐的父親 那再來一個 就是有少年手持小刀跟剪刀 翻牆進入學校 招老師復仇 那當然是虛擬應場 可是我們再看下去 六月一號 這個還有一名男子 凌晨返回途中 然後凶險從背後吃傷 那這個少年落網以後 自己說是心情不好 這個看起來也是這種叫做 無差別的殺人事件 我可以補充一下 是 五月八號 如果大家再回去翻新闻事件 五月八號有個罪案 他用拳頭打了三個人 三個婦女 如果這叫做小事件 或者犯著叫破窗消息 那個時候有沒有想到 萬一罪案手上 如果有帶武器怎麼辦 他有沒有想到這個事情 同樣的 我們到五月二十一號 發生 好 可能應驗了 假如五月八號有個專家 也蠻厲害的說 可能我們要預防這些 可是你想想看 一個罪悍 一個罪悍可以進到 捷運站裡面去 他的情緒 我目前的你也不知道 可是我們沒有人 討論過那個罪悍 為什麼要打人 可是因為鄭傑 他隨機的 可是對不起 當初有三個婦女朋友 也受傷 只是因為他太少了嗎 你不夠討論嗎 但是我們看到了 剛剛講的這幾個 有人就是因為情緒不好 那我們在講 情緒不好的時候 其實這個傷人又傷妓 所以我們如何進入 這個新的一個角度去看 因為有很多青少年 確實他的心 就像剛剛這邊講的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談一下 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看到了內在的東西 怎麼樣去處理 其實我想很多人對情緒 有很大的誤解 特別是負面情緒 我們都覺得負面情緒 是非常不好的 最好從來不要發生 可是事實上 所有的情緒 對於一個人的生存 跟他的生命器 都非常的重要 包括甚至憤怒 跟挫敗所引發的憤怒 其實可能引發你 你想要去突破現狀 想要去改善 甚至我們談到很多的公義 公義的這個行為 都來自對不公不義的什麼 憤怒嘛 所以我想我們 應該要看待人的情緒 把它當作是我們的能量 如何讓他往好的地方去 所以我想我覺得社會大眾 普遍要先能夠看到這一個點 那我想這個事件會連著下來 確實很多人就說 哎呀會不會是這個 模仿效應 模仿還有電動 我們都知道模仿 確實是人的學習的重要機制之一 但是非常有趣 數學大概很難透過 模仿就OK了 但是情緒如何去表現出來 如何去表達出來 模仿確實是一個影響很大的機制 那麼另外這樣的事件有模範在先 他也可能會減降 我們的自我內在的禁止機制 所以我想會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尤其在現在這個社會 訊息甚至畫面 然後連作案的細節 都是傳遞的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想這個結果 是確實是值得我們關注跟遊行 是的 我們也很擔心這種模仿的效應 不過我們看到這裡面 在談到情緒失控 有很多人會認為 這就是一個人 不夠努力的一個藉口 我不想問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很多孩子 其實他是累積很久 並不是單一的 我想很多時候 我的了解在臨床上 很多的情緒失控 都是太努力壓抑的結果 對 那我很贊成剛才楊老師講的 因為我想我們有負面情緒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好像一個警訊 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遇到一些狀況 讓我們整個人這個系統很不舒服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社會上普遍 我們有負面的情緒的時候 要嘛就是喝酒 發泄 罵人 打人 要嘛就找精神科吃藥去了 是 我的聲音沒這麼好 是 就找精神科 這當然我想藥物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們也往往見到是說 有好多的人情緒很不好 憂鬱好幾年 吃了很多藥有減緩 可是底層的很多的 他很關切的議題並沒有解決 那我想我們怎麼正視 這個情緒的發生 其他人不是只是說 你不要焦慮 你不要那麼難過 用嘴巴腳沒有用 對啦 想開一點 當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是說你的感受是不重要的 你不要太在意他 所以我想這更容易讓一個 有很很負面 很複雜情緒的人 更覺得沒有人理解 是的 其實我們也看到 像最近捷運上有一些孩子 比如說有過動的 或者是這種 我們說憂鬱症 躁鬱症 似乎也被媒體描寫成 他是潛在的人物 所以有很多人覺得說 這些精神上有一些病患的朋友們 是不是真的潛在的一個危險人物 我想這邊精神科的醫師在這兒 真的要解釋 還是有很多人是被過度診斷 我本身還對司法精神醫學 有點小小心得 各位精神病患或精神疾病的朋友們 他犯罪的比率大概是10萬分之0.5 正常人犯罪比例 對不起 10萬分之2 所以這個比例加起來就知道差8倍 是 所以對不起 我沒說正常的犯罪比例比精神病患多 我告訴你犯罪的數目來講 以10萬人分之0.5 所以一般來講凡是正常人 所謂的正常人容易犯罪 這第一個要講 所以我們也一再的強調 不是因為這個人他是有躁鬱症 過凍兒或是自閉症 或亞士伯格症候群 他就可能未來是高危險再犯 絕對不是 我們在研究上同意 他大概有幾個在犯的前兆 就遠因跟靜因 遠因就是 他是酒精藥物濫用 這叫遠因 那靜因就是他的社會挫折 學習障礙 失學 失能 失業 這都算是 各位不要忘了 失業是政府的事情 失學可能是自己的事情 可能也是政府的事情 所以這個很多東西 這種所謂的近期的挫折 都是跟誘發犯罪有相關 所以你看到很多大大小 都是情緒問題 就來自於這個地方 但是有很多人 可能這個憂鬱失眠 他可能就趕快找精神科醫師 到底是應該找精神 還是這個諮商 那會不會說 有些是真的過度診斷 吳曉老師 其實剛提到治療 然後還有諮商 其實我想我們現在社會 最忽略的一塊 其實就是一級的預防教育 也就是怎麼樣幫助孩子 邁向情緒成熟 這一條路 那因為我看到主持人 已經把這個調查拿出來 剛好這個是 就是在前兩三個月 親子天下的一個調查 因為這個大調查 我有親自參與 那以及出席記者會 其實剛好也就正結這件事情 說老實話 我在整個事件的報導當中 最打到我的心的是 這個孩子說 他很累 那剛好印證 我們這個情緒力的大調查 你會看到 孩子這個調查 是從國小四年級 一直到九年級的學生 你會發現目前的煩惱 或困擾裡面 前五名裡面 我們看一下心情不好 上課聽不懂 上課很無聊 生活沒目標 除了第一名的課業壓力大 因為這個自古以來都沒有改變過 在我們的環境之下 但是你看到其他的四個 我其實會很感受到是 我們下一代事物是處在一個無動力 活著不是覺得太有意思 所以如果我們一直只強調負面情緒的管理 我常常講一個孩子 如果他覺得活著沒意思 那我幹嘛 我為什麼要管好我的情緒呢 我不需要有好的EQ啊 因為反正我連活著都沒有意思了 那個最根本的 對 對 所以我想鄭姐提到的 當然我覺得不能太早的下定論 因為我們終究對這個孩子本身 了解是不夠的 可是如果由他嘴巴說出來的 他覺得活著沒意思 活著很累 第二個他可能想要get attention 想要得到大家的注意 可是始終成長的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建設性的 積極的能夠滿足他對自己的生命的期待 這樣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想其實我覺得更深刻的是 怎麼樣讓孩子覺得活著真有意思 活著真有意思才需要來處理 那可是我現在很挫敗啊 可是我很憤怒啊 怎麼來處理 我很想瞭解 就是說當他開始覺得自己活得很累 找不到人生目標的時候 其實他的情緒是出不來的 是完全 那我們在討論這個情緒困擾的時候 我不知道老師你們怎麼看 就是說孩子有情緒困擾 是他不斷地跟你說 還是他的情緒掌控不好 還是說他真的就說不出來 我想因為很多孩子情緒的表達方式不同 我想要老師最瞭解了 對不對 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當孩子他用行為 偏差行為 搗蛋或是用這種他不上學 拒絕 憂鬱等等的情況去表現 我覺得孩子在反映的就是他裡頭有一些是說不出來的痛苦 那我對情緒的看法 剛才大家說情緒是模仿 可是孩子最早是怎麼去模仿情緒 其實他學習情緒的習慣是來自於跟他生活最密切的家庭 所以不是只有孩子需要去學他的情緒空間 我想家長父母怎麼學習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在華人的社會裡是很少有這樣子的教育 所以常常孩子如果有情緒的反應 不管他是行為或是言語去表達 通常我們就會想他在痛 那一定家裡有些人也在痛 也許他在反應 你看這個調查好多在下面這部分是跟家庭有關的 家庭氣氛不佳 對對 跟家庭有關 而且情緒困擾 有時候是孩子也說不上來 為什麼我情緒不好 因為大家都說他是壞孩子 可是我知道很多壞孩子 其實是很保護他的家人 很很為他的家人著想 所以我記得黃光國老師好像做了一個研究 有一次在那個心理治療學會 他就講 他說研究了幾個精神病患這個打人 而且他打的打的人是家人 可是他後來去訪談他們 他覺得這些打人的這個精神病患 他其實都是要保護家裡的另外一個人 是 對 所以我想這種情緒的學習 情緒的教育 我覺得是太重要了 不不僅是孩子 而且是教育孩子的父母親 我覺得生活壓力這麼大 更需要學習 確實我們也發現有些父母 或者是說師長 他可能自己有負面的情緒 可是他就投射到孩子身上 那孩子也說不出來 對 我不曉得 老師 李醫師 你在臨床上是不是有看到這樣的一個case 我們常常告訴父母親 這不是你的問題 這是整個中華民族 不善於支持你周遭的人的問題 我想支持這兩個字不是說說 比如說今天我碰到我最敬愛的這個楊理事長 我一直沒有機會磨面的在心理治療學界非常有名的林心理師 我前面這幾句話 跟我只稱楊理事長林心理師 我想他們兩個感受應該不太一樣 就跟我一看到說美麗的主持人 我不曉得季姐稱不稱他自己是美麗主持人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是美麗 所以一旦小朋友在學校裡 只考55分回到家裡的時候 父母親怎麼看待他這個55分 他如果說 嗯 瞎加油 這句話就沒有支持的味道了 那小朋友你說他的挫折 你說他怎麼處理 所以我說我們是一個民族當中 我們很少去稱讚另外一個的成就 我們很少去找別人亮點 我們隨時隨刻都在改進缺點 包括我們今天這個會也是在改進缺點 可是我們政府做很多事情 他做得很棒 只是因為有些捷運小事情 他哪有這麼多缺點呢 了不起死了22 對不起 死傷總共26人嘛 政府也沒有讓兩岸發生戰爭 所以這個聽起來 這個26個人在大有為政府之下 他還是一個小的損傷 你不要有我在講風涼話 我不講了 我告訴你說 如果你朝正面去看的話 我們捷運18年來 才第一次有這個事情 是 所以說我們到底父母 怎麼樣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 是很值得學習 我們現在就開始接扣印 新主的蔡先生請說 來 蔡先生 喂 主持人 各位來賓好 其實這個問題埋伏已久 第一個 家庭教育本身已經失衡了 現在很多年輕的家長 他連怎麼教自己的孩子都不會教 再加上學校教育的老師們 動輒得糾 你學校家庭根本不去支持學校 動不動就要告老師 我請大家回想一下 以前在沒有法徑時代 我們的學生多乖啊 現在你看看國中生跟流氓 我教過書啊 再加上你看我們的社會言語 常常都充滿暴力 我請大家回想 以前有一個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還有一個劉文聰講過一句話 只要我不爽就送你一隻妥 還有加上一種 有記得嗎 再次都點燃這個社會的暴力氣氛 還有呢現在的學生們完全去勸缺人文術呀 激活與電玩 激活完全把那種心靈的基本的那些都已經喪失了 好 這個問題不是說三言兩語可以解決的 是的 確實 謝謝你的意見 我一定要從學校 家庭 社會三方面齊心下手才有根本的可能 是的 沒錯 這個解決不是最後一件事情了啦 好 謝謝你的意見 接下來我們接台中的徐先生 請說 臺北的學校 那既然都談到這個情緒的管理 我更提供一個這個看法 其實剛剛前面第一位那個先生講說 這個現在的學生啊 南交啊什麼的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你在民國四十年五十年 一個父母只要提供這個小孩子 他的衣食很充足 甚至能夠念到大學 那已經謝天謝地 這是好的父母 但是今天不一樣喔 今天怎麼不一樣 這些小孩子 就說我們這一代 這個1990年出生了 他基本上一時無缺 但是呢 父母又忙得要 那你說父母為什麼忙 有個很大的環境的這個這個背後在那邊 因為大家都忙於生計 或是我們都追求GDP 那樣的父母沒有時間跟小孩子傳達他的愛 好啦 那還有一個現象 現在有網路 網際網路 以前你想民國四十年五十年小孩子 會躲到哪裡去 會逃到哪裡去 逃不到哪裡去的 現在他們可以逃到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給你一個 絕對的自由 似乎是絕對的自由 他可以在裡面想這個想那 你大人都不知道 那現在回到說大人要怎麼知道呢 我告訴你這樣 唯一解決就是你父母 真的是傾聽 不是只提供他一時無缺 要真正的關注 要真正的愛出來 那愛啊 就是能讓你的小孩子 對你無所不談 你就是最好的父母 好 謝謝你的意見 謝謝 真的要請聽 來 接著台南的蘇先生 請說 來 喂 恰共 大家好 我想 我想 就一個個 一點上來說 就是不同的角度上來說 如果我們想說 在社會方面 或是生活面這兩點上 我有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是價值光三個東西 因為我們 確實上我們每個人 對不對 有的真的是天生的 他的情緒的管理 不一定承受的程度不一樣 但是他在最沒辦法承受 如果說人 如果沒辦法承受 他會 怎麼說 他會看那個價值 他可能價值就覺得說 他就是付出一切的 或是說自殺性的行為 像這個事件 因為我們是真的像這種 完全失控的狀況嘛 OK 然後他 我們社會上給我們那種價值觀 對不對 就是從社會 或到家庭生活上面 就是說可能太過於競爭了 謝謝你的意見 然後就是可能不夠尊重那個 所謂的現在流行的民主 也就是說人權自由 或是那種尊重最基本的 所以一個人失控的時候 他完全就是說 就完全沒有那種價值觀 是的 然後就會等於是 毀滅性的東西 好 謝謝你的意見 價值觀很重要 接著桃園的吳先生請說 來 吳先生 是 嗯 你好 嗯 很高興 就是我想到我以前桃園的時候 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 嗯 來 請說 就是因為功課不好 結果後來有一次就是 要問老師功課的問題 然後下課就跟在老師後面 結果老師就 第二天就寄我大過 然後說我跟蹤他 然後妨害他那個人身安全 後來就 嗯 連家人都不相信我這樣 然後後來同學是這樣 也是鄙視我 然後常常說我 那 請你把電視關掉 所以 這一只是我心裡面的傷痛 是 真的是很嚴重的一個傷痛 謝謝你打電話進來 當然我們剛剛接了這麼多call in 其實大家有從這個價值觀 有這個傾聽 然後甚至有一位先生打電話進來 自己的一個傷痛 我想大家都可以回應一下 來 楊老師你先回 因為剛好呢 我今天也帶了一張圖 來跟大家分享 剛好回應一下 剛剛幾位call in的這個 我們觀眾朋友 其實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圖形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心理學裡面 知覺心理學 非常非常知名的一個研究 也就是說 我們會看到這個圖案 中間的這個符號 如果你從小 是在ABC的背景下長大 或你現在所處的情境 你會認為這個符號叫做BB 而如果你是在這個背景下 你會認為它叫13 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客觀 是一模一樣的 那為什麼要談這個圖 事實上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剛好可以回應 我們曾經輔導過的一個孩子 在青少年的時候 他原來功課非常好 所以親子關係呢 就看似OK 因為沒闖禍 功課又這麼好 父母的榮光嘛 所以父母也很少指責他 但是這個孩子上了國中之後呢 因為開始面對這麼強烈的競爭 你知道好朋友 可以在青春期的時候 為了功課怎麼樣 反與我乍 反目成仇 所以這個孩子開始質疑嘛 讀書意義在哪裡 你知道一個孩子 內在有這個困惑 有這個疑惑 而且他對友誼到底 友情的基礎是什麼 他有疑惑的時候功課會不會掉 功課當然掉啊 所以這個功課掉下來 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是B 而這個孩子之所以 會有產生這個功課掉下來 是因為他背後有很多 對人生對學習的什麼困惑 但是我覺得今天的父母 真的也很辛苦 剛剛我們有聽眾朋友說的 有觀眾朋友說的 父母當時呢 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關切自己的焦慮 遠高於關切孩子的困擾 所以父母真的就一直指責他 你一定是貪玩 要不然你就是交到壞朋友 反正你就不認真 但一個青少年 他背後已經有困擾 而又不被理解 父母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自己的情緒上面 去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孩子越來越走樣 他從大概八年級開始 抽菸喝酒樣樣都來 那麼一直到他上了高中 當然成績不是太好 可是上了高中 他自己讀了很多哲學的書 把問題解決了 功課又回來了 親子關係OK了 考上大學之後 同樣在這個大都市 他就搬出去住了 這個孩子呢 跟他的輔導老師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的心在國二的時候 就已經離開我父母了 哇 我想這個其實任何一個人聽到 都會覺得很沉重 也就是說父母 當我們自己有焦慮的時候 現在父母壓力也很大 在我們的焦慮之前 你不是要壓抑 但是我們永遠 要比我們的孩子 來得成熟一點 你願意先把自己放下 不是壓抑 先放下回過來 你只要願意問孩子 孩子你怎麼了 你碰到什麼事情 就這麼簡單幾句話 這麼簡單簡單的說 你不見得要全盤理解他 有時候全盤理解真的不容易 我想做輔導跟做治療都知道 那更不能苛求 父母要像諮商師一樣 能夠那麼到位的傾聽 但是你知道 其實我們認識很多的青少年 父母光是表現出一個 我真的很想理解 你怎麼了 我很想了解 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碰到什麼困境了 就是這個叫做 急遇了解的態度 你知道嗎 青少年從來不期待父母一百分 我們看到都是爸爸媽媽 對孩子期待比較高 很多青少年 他就感覺到 你願意嘗試來了解我 你為了愛我 你願意改變一下 你過去的那個互動的方式 你知道他就會感受到那股愛 其實他就會願意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真的不簡單 這個是很多父母的困擾 我覺得好像跟孩子有隔閡 不過剛剛有一位吳先生打電話進來 他提到了他只是小小的 他想要跟老師說話 結果被當成跟蹤 然後後來同學開始排斥 他想問老師問題 對 問功課問題 所以像這樣子的 我覺得真的是傷害蠻大的 我想這種情況大概在校園 家庭這種誤解發生很多 有很多的老師也會被學生誤解 但是我能了解 如果剛才的吳先生發生這個事情 我不曉得他怎麼去超越 很高興他可以打電話 來說錯這件事 但是我是覺得是說 這種講到父母 我覺得也許需要有一集談談 那個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這種趨勢下 當現代的父母的難處 我覺得我即使自己是專業 但是我覺得我是真的是生了孩子 一邊養孩子一邊學怎麼做父母 很難 那最原來的都是用 我以為我父母教我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裡 並不是怪罪父母或是什麼 我很同意剛才李醫師講的 就是我們怎麼支持 我覺得父母面對現在的這個情況 我們怎麼支持父母 面對這麼複雜的情況 以前當父母 很多媽媽告訴我 很羨慕以前他們的父母 一個眼神就好了 小孩子都乖乖聽話 可是現在呢 現在當父母 我有時候要當他的求友 我有時候要當他的這個家教 當他的玩伴 當他的傾聽者 我覺得這種社會的型態 跟現在對父母的期待 我覺得都遠遠超過過去 世代教我們現在父母 怎麼應付現在這種狀態 確實 現代父母很多功課要學習 如何傾聽 如何進入孩子的內在世界 都非常需要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這個法的規範是每一千兩百個學生 在打專要有一位 胡道老師 那這樣子的規劃 這一個全國大概要一千三百位 一千兩三百位